乌克兰军队大炮发射 要让入侵的俄国大兵有去无回 俄国国防部周日声称 在占领一处离乌军重要后勤枢纽 波克罗福斯克市只有20公里远的城镇 过去一周俄军接连夺下6个城镇 不愿再让敌人得逞 乌军国民警卫队第十五旅 正努力阻止俄军沿着M30公路 侵略下一个城镇米海利夫卡 乌克兰大兵表示 俄军喜欢等到一群人集合后再行动 这时一网打尽是最好时机 过去一周俄军也有不错站过 接连炸强二军一辆炸强 两辆装甲运车和一辆车装甲运车 там现在现在他们的轻轻轻轻轻 除了一个T-72B3 几乎一个T-72B3 который从今天起来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产权 但乌克兰们现在说 他们也移动更加加部队到这些地方 他们都变化了状况在前面 在某些地方 但俄军不只轰炸前线平民区域 位在边境的乌克兰东北部苏美地区 周日再度遭到俄罗斯空袭 造成两死四伤 乌克兰军方还特地拍了短片 盘点从九月开始 全国被攻击的地区 并统计出俄罗斯在这段期间 总共发射超过八百枚导引炸弹 被击落的无人机碎片 甚至出现在乌克兰国会附近 显示俄罗斯打击范围 更逼近乌克兰权力核心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造访德国 再次强调军援乌克兰重要性 因为尽管乌克兰士兵在国外 持续接受先进武器训练 防空系统没到也是无法防御 不过乌军没有浪费宝贵时间 乌克兰攻打俄罗斯边境的行动 也在持续 俄罗斯的贝尔哥罗德境内 又有一座游库 遭无人机攻击爆炸 各地警报声大作 不断传来爆炸 由俄罗斯部队指挥官表示 乌军很快就会朝 库斯克核电厂前进 乌克兰军方还公布最新画面显示 他们使用三枚海马斯飞弹 炸毁俄军在库斯克 塞伊姆河建造的浮桥 目的是要阻断俄军之间的连接 这也是主力部队的增援路线 此举也重创俄军的后勤 大桥被炸代表当地居民也难以撤离 此时库斯克却还在准备地方选举 俄罗斯总统普钦 无视乌克兰已经攻入国境 现在当地民心开始动摇 连俄国自家民调中心都显示 普钦支持度已经从八月中的百分之七十七 掉到百分之七十二点四 更谎论真实的民调 对于乌克兰部队亲门踏户 普钦恐怕不能再不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乌军无人机宛如电视影集冰与火之歌中的龙一样 喷洒设施2400度高温的旅热剂 乌克兰第116机械化旅派出名为Zikaris的喷火无人机 虽会驻扎在树林间的俄军营地 展现惊人战斗力 赫赫有名的亚素营也在卢干斯克打出战果 亚素营士兵在暗夜的掩护下 悄悄地逼近俄军战壕 透过热忱引向夜视镜锁定敌军后 连环开火 两军对峙许久 二兵最终还是举起双手投降 在这场夜戏中 乌军成功俘虏两名敌军 并歼灭其他不愿投降的二兵 但CNN发现在近期交火热点 乌东波克罗夫斯克市前线莫斯科的军队 则是当场击毙乌军战俘 乌克兰国防部还拦截到这段对话录音 乌克兰检察官表示 在28起行动中 有高达62名投降的乌军惨遭处决 痛批俄罗斯的手段激其冷血 随着乌军在东部前线吃别 俄罗斯总统普清警告 乌克兰入侵库斯科的行动 只是让俄军更容易夺下顿巴斯地区 事实上乌军8月无预警入侵 乌军库斯科的行动确实让俄罗斯一度措手不及 不过此举并没有逼迫普京将一些部队 从乌冬调回俄国境内支援 美国战略专家毕比分析认为 虽然乌克兰的库斯科行动仍处于早期 但恐怕注定要走向失败 更惨的是美国专家指出俄罗斯会趁机消灭入侵的乌军部队和装甲车 乌克兰政局也陷入部闻 近期进行开战以来最大内阁改组 5号国会表决通过委任9位新部长 将接替外长职位的是前总统顾问西比哈 泽伦斯基自拍影片感谢国会议员稳住政局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海森威东方经济论台上 普京再度递出橄榄枝 公开表态愿意和乌克兰坐下来谈 是不是刻意释出和谈风向 还值得后续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